HELLO 我是大王 你叫我塔罗大王或是光哥就OK了 因為之前做廣播的時候大家都叫我小光嘛 光哥 那如果你是透過塔羅牌 透過我們的工作室才認識我的話 你可以叫我大王OK的 來 大王這次開始要把我們2024年最新的塔羅版本 整個把它縮短一下 這是我的名片來遞給你 加一下下面的大王工作室的LINE 任何問題你可以傳訊息給我們 今天的選項很簡單 你看到了標題寫的對不對 他會不會主動聯繫我們 他會不會主動聯繫我們 包括來找你啦 傳訊息啦 或者是打電話給你 都算是喔 好我們趕快切入正題 只有兩個選項 因為呢很多的朋友呢 光寶跟大王說 就是蠻想看完的 可是時間越短的話 對他們來說越有幫助 也就是說節目把它短一點 好我今天就挑戰我們最新的10分鐘 10分鐘就讓你知道 到底他會不會主動聯繫你 兩個選項 1 1 1 白水晶 如果你想選白水晶的話 你可以選1 如果你喜歡數字1的話 你可以選1 或者是 你安靜一下想一想 對方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 欸 好想選1喔 你選1 2 粉金 粉金 好 如果你喜歡粉金的話 你選2 還是1、2你都想選 那你就把它綜合起來 都選來聽 好不好 你心裡先想一個人的名字 選一個號碼 如果你有兩個人 知道這兩個 會不會聯絡你 你也可以分開選 或者是他們兩個都同 選同一個號碼 好嗎 可以喔 好 我們開始啦 旁邊有超讚的 大王的首智蠟燭 今天為大家燃上的是 女教皇 好的 大王用的是22張大塔 不曉得聲音 你聽得清楚嗎 好 如果背景音樂太大聲的話 你記得跟大王說一下 好不好 有什麼題目你想要算的話 你也跟大王說 我希望每個週末 我們都可以在YouTube上面 然後在臉書上面 在IG上面 能夠見面 好 選1的朋友 他會不會主動跟我們聯絡 第一張 世界的逆位 他真的是蠻忙的 他真的是蠻忙的 可是呢 之前可能你會覺得說 他跟你說他忙 或者是說他有一些事情 沒辦法與你聯繫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他對你 就是不是那麼傷心 那有這樣子的部分在嗎 我個人覺得他是蠻喜歡你的 可是呢 有時候你會想抓得很緊 就是要隨時隨地的跟你 報備 如果你們剛開始 還不是那麼熟的時候呢 也就是說 你會非常很急迫的 想要跟他確認關係 或是知道 很多有關於他的事 他會很有壓力 所以這張呢 你要讓他先放鬆一下下 你會說大概是多久 好大王幫你看一下 你看到了齁 第二張 第二張是戀人 他其實覺得你還不錯 但是你確定他旁邊沒人嗎 You sure 如果他旁邊有人的話 你稍微等一下 那我們也不是說 破壞不破壞 那有沒有人喜歡他 我個人覺得一定是 有人對他蠻有意思的 他有沒有喜歡別人 這個你可以觀察一下 或者是 你可以找大王其他的題目來做一下 或者是你自己小調查 OK嗎 對你有feel 但是他不是非常積極的感覺 不是非常積極的感覺 那有沒有辦法呢 可以 可以 來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 這個畫面弄下面一點 你可以看得到 這樣 好 來 這樣子可以的嗎 董大王一下齁 來我們給你第三張齁 好我們有說 基本上他對你有一點意思 但是他是真的是頂忙的 然後你不要抓得太緊 或者是逼得太緊 你 如果說他都不太回 那你大概三五天 傳一次 三五天你不要每天按三餐傳 這樣子他一定會覺得有點怕怕的 那如果說 你們之前有一段小故事 現在呢 因為爭執 他會不會主動聯繫你 我個人覺得 那你更要給他一點點時間 我們看一下第三張 來幫你解決一下 第三張是太陽的正位 來 你先想想你們不合適的整體的原因 你不要覺得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自己唯一的問題呢 就是有的時候呢 把他逼得比較緊 那這個是個性的關係 這是個性的關係 那我覺得是OK的 你們還是會有機會 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爭取的話 不要完全都是等他來聯繫你 你可以 給自己一個時間 大概兩週到一個月 之後再聯繫他 好不好 那你說這樣子他會不會整個人就跑走了 如果他跑走了 他就 就 不是真的適合你的啊 或者是你真的適合其他更好的 好不好 那有別的選項 要不要截圖一下 要不要截圖一下 好 這樣子清楚嗎 因為大王今天這集要把它做短一點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啊大王你還是講仔細一點 講 長一點 那你再留言告訴我 好不好 來調整一下 好 好 我不知道這個背景音樂會不會太大聲 哇好香喔 這個手指蠟燭 選二的朋友 他會不會主動聯繫我 他會不會主動聯繫我 你看這個粉金檀 是不是很猛 有一些光寶跟大王預定了這個 水晶柱 不好意思 這是我自己的 你們都還在路上了好不好 在路上了在路上了 好 請稍後 來選二的朋友 想一下自己的名字 對方的名字 不知道的名字 想一下樣子 或你怎麼稱呼他 隔壁的誰誰誰 隔壁一般 鄰居 老王 想一下他的樣子 他會不會主動聯繫你 這張是正義的逆位 他的個性也很倔 他不太會主動聯繫你 我個人覺得 你有什麼地方讓他有一點點小生氣 你不要緊張 我等一下會看一看 這也不代表是你的錯 因為有時候個性不一樣的時候 是勉強不來的 不過他有一些不是很開心的地方 是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不會很主動的聯繫你 來我們放這 第二張 吊人牌 吊人牌 他會覺得基本上 你們在個性上面 或是基本上 他基本上談戀愛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他是海王 或是海后的話 其實他並不是 不是說到處誰都好 其實他有時候會比較仔細想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適合我 如果你覺得他真的非常渣的話 那他的確有可能 不想傷害到你 也有這樣子的狀態 反正簡單來說 他覺得你們不一定是最適合的 如果你覺得不管我就是要 那你要展現 讓他知道 其實你是可以接受 或是你們是適合的 不然他的評估 就是覺得你們是不適合的 那再繼續聯絡 到底要做什麼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也不代表你們沒戲 只是說我會覺得你比較辛苦 因為你們適不適合 他覺得不 你覺得適合 那我們要看一下第三章 是不是真的適合 哎呦 掉下來是怎麼樣 魚者牌的逆位 我跟你說 你有一種不甘心不放手的個性 也就是說 人家好像沒什麼特別意思 你就覺得說 我就是很喜歡 你仔細想一想 他好的點在哪裡 你把它列下來 他不好的點在哪裡 你列下來 不要是一個執著心 有沒有可能你們之前還不錯的時候 你就覺得還好 現在呢 基本上沒什麼聯絡 或是不再聯絡 或吵架了 你就覺得 啊我要 我要 這樣子就不ok 來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 選到粉金的寶寶呢 你自己的個性 有的時候呢 會比較缺一點點 不是不好 只是這個人 他也有他的脾氣 你一定要先想想 你們是不是最適合的 然後再聯繫起來 如果你說大王他不聯繫我 我要主動聯繫他嗎 嗯 我個人覺得 你也隔一陣子再傳好了 因為他有可能不回啊 也不接啊 是不是 那我跟你說 你可以碰到更好的 但是如果你質疑要這一位 OK 先給自己小休息一陣子 出發 不要怕碰壁喔 不要怕碰壁 那會不會碰壁或是其他的想法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 或是在網路上面搜尋一下 塔羅大王 看一下其他的適合你的題目 好不好 來 選二的朋友給你截圖一下 我只能覺得你的脾氣也是頂可愛的 是不是這麼說 來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幫大王按個讚 分享 小鈴鐺給他開啟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好嗎 LINE幫大王加一下 臉書 IG都找得到大王喔 祝你 桃花 旺旺旺旺 我們下次見 拜拜